問題是在大國際公司監督 我們國際公司監督有社交責任的要求 這個CSR整個位置 我想都是越來越需要的 其實這十多年間 由美國開始立刻 就越來越覺得需要 去國際公司 我同時是一間公司 同時是一個社會的一個公司 我過程當中參與 我最初說的時候 是不避免的環境 但是不單是生物的環境 而是社會的環境 所以其實這個位置都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通常說到 IBM GEM GE 那些大公司 去任何國家 例如COCA COLA 去中國第一件事 不是開廠 是去捐載 其實它那個思維 都是這樣的思維 它覺得 我不知是否 總之這個系統 就是不是來解除你 結果賺到錢是好的 其實它在某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 就越來越是 社會成為這些價值都很重要 其實我們看回這十多二十年 美國那個三個月要上市公司 才會確保一致 我們現在香港也說要做 其實是很大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那我就去買多兩間部 那你買多兩間部 開多兩間部 你GENERATE REFERENCE 但是可能長線來講 你那個不是你 對的策略 那這樣東西就沒有用了 所以其實一個重要的位置就是 如果我們的社會 可以更加 可以CELERATE 多一點點這些VALUE 就是 我們看一個股票 行不行 一家公司行不行 沒有甚麼 怎樣留意它 有沒有COPERED RESPONSIBILITY 是嗎 我有的 我投資的時候有的 其實這個是其中一個位置 就是你看到那個Management 是甚麼人 在香港也有幾年輕的Caring Companies 其實這也是CELERATION的一個位置 你怎樣引起 Caring Companies 就是 他的Brand你不懂 他只要懂Caring Company 那他好像是好人 他很容易的就是Caring Companies 很容易的 但都好 至少大家都覺得 這些是一些對Branding是有用的 就不是石頭 而是中間價值位的那些位 那如果我們可以看到多一些 這些價值位的時候 其實是好事來的 那CFAM是很例子的 他不懂做 他就給我們做 那我們要交給功課 令他那樣的工作 就好過兵去人際總理 那樣 那些人不知做不做甚麼 有些人做都不差的 但是就 最少這個很清楚 多少個旅行家 收了多少個電話 你可以隨便選三個 五個去探 他都會很開心 那那個位置是accountable deliverable 清楚 那些錢就會很清楚 那我想 那CFAM會導致這些東西 會更加困難 他自己捐錢 要捐完之後 是不是accountable 你看完電視 那一刻捐錢 那一刻打電話去 其實你跟著要捐錢 那些實際的錢 你會去哪裏 你會去追的 除非他那個 譬如公寄金寫得很清楚 沒有一毛錢會拿 是administration的 那公寄金 因為他已經有一筆錢 拿開了 所有administration的東西 就會放那筆錢來的 那那個是公寄金 開支的時候已經很難 所有薪酬的錢 就一定是項目 項目裏面需要 當然項目裏面 有可能怎樣用清支 但是最少呢 你有那些angle 其實我就希望 大家捐錢的時候 問到一些問題 就是究竟他怎樣用呢 你會問到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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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要求提高 所以 social enterprise 這是一個向前 明顯地會越來越多的東西 就是 現在短的時間 可能給了錢 沒甚麼所謂 但其實你要 sustainable 如果你要 sustainable 不是靠business 而是靠籌錢 都可以的 我都說的 但financial也是這樣 這樣的話 那你就要小心 就是要確認這些account 那我覺得 都是一個好的process 就是要確認這些account 那些報告寫清楚一點 實際的東西交到哪裏 又不是浪費在那裏 那裏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想問你 你剛才推薦 你正在做一個IT的project 那你說你將一些電腦 就是比較便宜的電腦 就是給一些 比較貧窮的學生 那就可以令到他們 可以有一個機會 那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有電腦 但是上不了網 那其實會不會是 就是會有一個 limitation 那我想問一下 就是關於這個上網 這個問題 其實我想問一下 你將會怎樣解決呢 第一就是 那些機器都不便宜的 就是我們下個月 下個月的這架機 那所以可能是 no price point 就是這樣解決 那當然要用電腦 就是電腦人 就是電腦人 就是現在政府做那個 ebook program 做了一些research 那些是不打算電腦的 怎麼搞錯呀 浪費了時間 就是特地做一個什麼 ebook呢 就是有灰色的ebook 但是灰色的那些 兩三千元一架 但是那塊東西 就不可以上網 那塊東西 那塊東西 真的怎麼出來打 就是暖寸五點 拿著魚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不如拿個電話好過 電話都有這樣的功能 是不是 還有那塊東西 那塊東西 又不可以看這條 那塊小朋友 那塊東西 只是給文字 啊 就是 真的要踢 那些 那些 1500元的Netbook 什麼都做完了 現在硬解 什麼 HD Media都可以看得到 可以做到 但是 一定要有什麼 我現在想著 這個project 是 那天機要有3G 就是 找人贊助來 另外 我只是想問 因為 會不會有些人 apport不起 但是 你的sponsor 是否可以 sustain到這樣 那 舉例 我們現在 和一間大的台 在談論 就是 它的網絡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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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公司的 名聲很差 就是 譬如這樣 那有兩間 勝利兩邊 那 那 而 最大的問題 其實 我剛才說的 它的marginal cost 是很低的 因為沒有 其實 它那件事 多少錢 你說 買幾百元 其實它離開 兩百元 兩百元 兩百元是沒有錢的 它只要去 它捐了盡海面 所以 其實那件事 是很小的 關鍵就是 它的marginal cost 當然 我們有一個方法 不要被人濫用 就是 我拿了你的network 然後做BTV 就不可以了 但是 你回想一下 其實情況就是 第一就是 使用的思維 就是 那個機器一定要便宜 不怕弄 就算它弄壞了 如果它真的有用 它換掉它 它可以用 而那個network 一定要是 去那邊 無限法界這樣用得到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將來 你就算你在Kingst 讀書 我說它在深水埗 它只要有辦法 去做到那樣東西 它跟你的競爭能力 可以差不多 這個就是Digital Inclusion的可能性 但是 最成的位置就是 剛剛我們自己的400元 一個月 unlimited use 那400元也很貴 那小朋友 哪有給得起 但是 那個是一個high 你想想 它對三仔 或者是對CSA 或者是對PCCW 那個它當然是收你400元 你是Earlier Doctor 但結果 那樣東西會跌到100元 或者150元 我認為 結果 unlimited use 是會有150元 為甚麼呢 因為你的bought band 是150元 你會發現 你家裡 人家都有bought band 150元 到150元 即是很便宜的 大概是那個位置 而我覺得mobile 是慢慢會去 其實會降到那個位置 然後就變成ISB 我這樣跌到150元 150元 比不比你 你不知道 但是 我找sponsor 其實很簡單 不如給學生 現在你們的PCCW 我找到那個大學network 那個free 其實它根本free給學生 我便free給其他人 但當不會free free 我會覺得有點奇怪 free 不是很適合的 但你收20元 收某一個錢 你收某一個錢 他就覺得值得 但為甚麼 為甚麼400元的東西 可以收20元 其實你想想 無尼拉加 價錢 和那件東西 是無尼拉 它根本已經賣了幾十億 就是那個network 它不用 還要是沒有的 它是consumable 它今天不用 明天不會多了 那個bandwork 它就是有100GB 那它今天不用 明天只有100GB 它不可以儲 既然是這樣 就不如用它 那這個要求 不是各個人去看 我覺得有辦法 找到人去 去看一看 令到那件事是 值得的 那個價值 那就是sponsor 首先sponsor 我覺得今天有 instead of 就賣400元 但是你有辦法 不會讓它 用來做另一件事 那就不允許限制 製造一些 不允許看可愛的東西 不允許做DK 上載 之類之類的 但不允許MSN 不允許Facebook 因為我覺得 小朋友需要那些東西 那是 對 有 那是 有